好另外来看到行动学堂在花莲地区爬爬灶 这天是来到了复理乡的老人文康中心 并且也邀请了在玉里地区知名玩木头专家 手工艺老师张建中 带领长者来动手做牛张碑点 行动学堂在花莲地区爬爬灶 这天来到了复理乡老人文康中心 并且邀请在玉里地区知名玩木头专家 手工艺老师张建中 带领着长者来动手做牛张碑点 村长也来到现场跟长者们一起动手做 并且也鼓励长者要多多地走出户外 以及多跟长者互动聊天 看到来上课的长者们 个个都非常有活力相当开心 这个提供资料说我们想做什么 想办什么活动 我想花莲县政府林美菊小姐 刚刚跟她聊一下 她也十分的热忱 也很希望说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活动的一些 一些素材给她 这一些我想我们的村民 也能够这样 因为她的教导或者是她指导 那我们把这个活动办得热热火火 已经实施多年的行动学堂 不仅是陪伴长者 也提供长者很多资讯 承办人更是透过这一次机会宣导长者 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要记得到护证事务所申请 花莲专属的爱心乘车库 提供长者更多的福利 记者高雙雙副理箱采访报道